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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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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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每个人受了订订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不息 这像丙基督在 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生成的肢体 对这个闲骨 遇离开父母 丆起了离戚的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多大的包 比 但美国是我们是基督�ie教会说的 然而你们各社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的 妻子也当净重地的丈夫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感谢你 通过圣经告诉我们 耶和凡你是我的牧者 我们就必不自缺乏 主啊 也感谢你 耶圣经允许过我们 两三个人以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你就必我们同在 感谢你过去六个月以内 我们虽然不能在现场敬拜神 但是感谢神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远程的方式 来敬拜赞美神 我们没有一个主人耽误我 感谢神今天能够回到现场 来敬拜神 尽管瘟疫还在横行 尽管经济在这么萧条 尽管世界在洪水在泛滥 主啊 感谢你继续保守神里的朋友们 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有这样渴慕的心 有这样的清洁的心 来敬拜神 主啊 感谢你的恩典 怜悯 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现场的敬拜 不管是讲的 还是听的 让我们都在同一个圣灵 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去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极客乌鱼的心 因为让我们明白 你的话比极多的精精和羡慕 比蜜甘甜 维席啊 以后法律法 周一思想 这人便有福了 师父我们让我们空空的来满灾 为师父我们每个自奉的人员 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信上加信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荣上加荣 主啊 求年保守我们会场内外的平安 自去奉耶稣基督的名 赶走所有的魔鬼沙旦 包括瘟疫的干扰 离开我们 让新冠状病毒远离我们 也远离我们这个现场 让我们都能够放下心来 能够感恩的心来敬拜神 也赐责魔鬼沙旦的试探 缴绕 都远离我们 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名 赐责 辱略真道的邪灵 离开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赐责一切的病痛 病症 病患 都离开我们 主啊 求年疲乏的吃能力 软弱的加力量 让我们说一样的话 不可分的 让我们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一样的意念 让我们当于基督耶稣的心 美心 感谢你 你的复活 带来和我们复活的盼望 让我们能够同有一个心智 让我们同心 可以的来兴旺福音 我们这一切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这一个系列 我们在分享以福所书 第一节目们 以福所书共识六章 前三章是讲教义 那么后三章是讲行为 那我上次已经分享了 与蒙昭的恩相称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叫 平爱心行事 还有下一次做当场的人 后面的三章都是讲行为 所以有些内容会有交叉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宣读 今天的主题经文 以福所书的 以福所书的二章五节 第一节目们来读一下 以福所书二章五节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得自己 当作新乡公路 和祭物 献于神 弟兄姐妹们 圣经告诉你们 其实以福所书五章第一节说了什么 五章第一节说 所以你们效法神 好像蒙不慈爱的儿女一样 第一点我们能不能效法神 我的儿女 我的女儿就可以效法 她的父母 我们的好的品格 她也学 我们坏的品格 她也能学 对不对 第一点我们 为什么我们能不能效法神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神的血缘关系 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效法神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生命 能做什么 第一节问问 如果没有生命 我们能做的就是模仿 所以实际上很多简的东西 那么他没有生命 那么他就没法效法神 当然他也没法平安心行事 因为他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你只能去模仿神 模仿神 什么模仿 他就不像是真的 但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有生命 我们就可以来效法神 这是好大的恩典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让我们日常生活中 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 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 是神的儿女 我们平安心行事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也是一个原则 弟兄姐妹们 这里所说的恩典 或者这里所说的爱心 是不是我们人间的领伤往来 不是啊 我们人间是有爱心 但我们人间的往来呢 就是领伤往来 你请我一次客 我请你一次客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这么人间是很现实的啊 但是圣经的手说 这种平安心行事 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等一下就慢慢会 多多地去分享啊 这个爱不是从我们的老我 从我们的落体 从落体里没法出来 平安心行事 那么圣经手说的真爱 是很不一样啊 我们在开始之前 要恩兴自问两个题目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 去思考今天的主题啊 信仰中重要的是爱 大家都认同 应该是啊 大家都认同信仰中 最重要的是爱 所以很多人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很多部导友 来教会呢 为什么来 教会有爱啊 教会人对得挺好啊 教会也有免费的一些东西啊 或是给你很好的爱情 献给你 弟兄姐妹们 教会难道只有爱吗 如果我们有了爱 就不用遵行神的诫命吗 神从创世纪一直到起诉录去 神在圣经里提出了 很多神的要求 神的诫命 难道有了爱 就可以废掉诫命吗 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 我们得就是靠的恩典 不是靠的行为 难道我们得了救 我们就不用行为吗 换个换句话说 圣经经常强调顺服 经常强调遵行神的旨意 为什么这样 不就得救就行了吗 对不对 一定要带这个问题 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啊 弟兄姐妹们 有一个神学家 每个神学家叫C.S.路易斯 他写了很多书 包括他的很多英文书 翻译成中文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 C.S.路易斯 他就是作家出身的 所以他写了很多书 非常的好 他总结了圣经的 什么叫基督的爱 那么他总结了 实际上有六种爱 那么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 有四种爱 那么他是研究这个希腊圣经 圣经的新缺圣经是希腊文写的 我也不懂希腊文啊 所以我就把他的原本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 那么他说圣经里讲的 这个爱有四种主要是 第一个爱是感情和家族的爱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 很简单 我们家族啊 自己一起血缘关系的人 自然就有爱 但第二个爱是什么 性爱 或是还有爱情的爱 浪漫的爱 尽管我们原来没有夫妻 原来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书上怎么还有这样的爱情呢 第一点问吧 所以人间是有这样的爱情的 因为有这种爱情带来的爱 第三个爱的是友情的爱 那么大家在我们没有信主书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对吧 亲朋好友 这就是朋友的爱 友情的爱都有的 圣经里所述的主要的爱 还都是这些 如果圣经里只停留在这儿 那我们就跟世上的爱 没有什么区别 偏偏圣经里讲的爱 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第一点问吧 圣经里所说的爱是圣爱 叫阿嘎佩的爱 我们大家听到多了就知道 圣经里所说的爱 最重要的是圣爱 什么叫圣爱 也就是什么叫基督的爱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几个例子 那么基督的爱不一样在哪里呢 阿嘎佩的爱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爱有什么一样不一样 约翰一书的四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一书的四章八节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听见吗 这个爱就是阿嘎佩的爱 就是圣爱 这个爱跟你我之间 我们不认识神的爱 一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 我们接到第二端 马太飞的二章三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性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个爱也是阿嘎佩的爱 是圣爱 第三段 马太飞的二十二十三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其次也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个爱也是阿嘎佩的爱 最后一个 我们接着读 马太飞的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个爱也是阿嘎佩的爱 第一点 看见了吗 所以圣经所说 很多地方的爱 都是停留在 我们人间的简单的爱而已 它是非常高深的圣爱 那么这个圣爱到底是什么 圣爱实际上是属于舍弃的爱 第一点 圣爱跟我们普通的爱 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我们首先 来分享凭爱心形式 首先这个爱里面有根基 第一点吧 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的爱心的根基 以赴所说的三章四七节 已经说过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的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 有结 我们真是重生 得救的神的儿女 我们的心里 就有爱心的根基 因为这个爱心 是从神来的 听见吗 好好想一想啊 因我们信基督 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们的爱心 有根 有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真理的爱心 真理是爱心的界限 那么如果一个人 有没有爱心 一定要拿真理做界限 那么有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爱心是神 让我们提供的爱心 真理是爱心的界限 那么真理是 只喜欢真理 不喜欢不义 看到吧 所以呢 一端是不愿意听这些道 一端不愿意听这些话 只要有爱就行了 不要讲别的 只要有爱就行了 但是我们偏偏就要讲 还要更重要的内容 真理 有了真理 圣经说 在真理的法律内 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的四上八节 我们读过 神就是爱 为什么 他是在真理的法律之内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为什么 神是真理 所以我们说神里头 这个爱就是神的爱 但是我们如果过了真理 我们在免试神 或是我们在消灭生命的感动 亵渡神 那个时候呢 神就不是爱 你在亵渡神 神算要我还是爱你呀 不会的 因为神有真理 那个时候神就是灭 这是以希伯来书 十二章二十九节说的 弟兄姐们们 现在这个年代叫什么年代 刚才是我还不太了解 很多人因为我们看了英文的 我们在加拿大之后 当然就很多英文的一些内容 总是说 New Aero Age 我就没考读 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们看了很多中文的一些讲道 我们就知道这叫新纪元时代 第一点 现在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是科学非常的发达 科技是简直是这么两千多年来发达 最快的 但是这个年代的时候 在道德或是别的非科技方面 也是在发展 但是他离圣经背面的越来越远 背道而迟 所以新纪元时代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点明白 新纪元时代的特点是什么 包裸 到哪里都有包裸 包裸有什么好 好 对吧 自由好不好 肯定是好 理解 对不对 爱 第一点明白 这些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新纪元的时代偏偏就抹杀真理 新纪元时代就不太讲真理 在这个时代 你讲唯一的真理 绝对的真理是没有的 现在男女都可能不分 很多地方男丑手 女丑手 或很多东西都 性别都要有个中间的性别 看了吧 世代怎么发展 第一点明白 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 就把这很多东西 本来很好的一些概念 是滥用 所以这个叫离开了真理 我们如果过于强调连续 过于强调爱 就变成了滥用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因为圣经怎么说 圣经在说爱的真理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六节 谁都不记得 爱是不行吗 不易自喜欢真理 看到吧 这是爱的印象 那么西方来说的十二章二十九节 因为我们神乃是灭狐 看到吧 都是在真理 凡费之内 神的爱 所以有不一样的内容 罗马书的十二章九节 也是这么说的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散要清净 这是圣经的真理 如果我们拿到史上 跟人家交流说 如果这么说 很多人就不能接纳 你怎么就没有宽容性了 你怎么就没有暴露性了 但是圣经就说 爱 恶要厌恶 散要清净 这是非常明朗的 没有中间的地段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爱心要有根基 那么爱心的根基 是以真理的界限 那么真理就是神的话 就是圣经所说的 第一些有结论 那么圣经有什么地方 说过这些东西 有什么案例 记得吧 旧约到新约有太多的案例 记得摩西 摩西是敬重的 摩西是非常极其牵合的 谁说摩西是这么好的人 是说在世上 很多这个属灵的本人 如一无二 没有第二个 但是摩西就没有进家了 第一点了嘛 摩西这么大的伟人 为什么没有进家呢 就是因为摩西 在最后一次发了脾气 他越过了真理 他越过了神是说的爱 神是说你要不要击打 就说两下 还还死去出水 但是他就气得 哎呀你们这些人太不像话了 我打两下 水也出来了 但是神说你这是 我在众人面前 不尊重我 在众人面前没有坚持真理 所以摩西这么大的伟人 最终就没有进家了 这是生命记得32章的51节 51节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在逊的旷野 加迪斯的米利巴水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第一节目嘛 这是对摩西的评价 难道神对摩西的评价 对我们的评价比他还高吗 想象一下 神说你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 得罪了我 所以摩西就没有进家了 第一节目 摩西的姐姐米利亚 米利亚也是很伟大的先知 而且女先知 那么米利亚跟摩西一起带领以色列人 走到旷野四十多年路 但是米利亚却得了大马蜂 长了大马蜂 米利亚为什么长了大马蜂 米利亚那么近钱的也是像近钱的人 对吧 也是为这以色列人卖了这么多卖命的去服侍神 但是米利亚挑战了摩西 挑战了摩西的权柄 第一节目嘛 神不是爱吗 爱的话摩西也进家来就得了 对吧 米利亚不要这么长大马蜂 挺好嘛 爱嘛 不要去惩罚的 不 神要惩罚 所以摩西没有进家呢 米利亚因为挑战神的古人 他得了长大马蜂 第一节目嘛 圣经是这么说的啊 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六到八节 六到七节大家应该笨下来啊 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六到 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 耶和华在他们的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年年有恩典的事 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慈爱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他们的罪 过犯和罪过 万不一有罪为无罪 必追讨他们的罪 自负及子 直到三四代 不是太多的讲坛讲这些内容 如果讲坛讲这些 一般都讲前面的慈爱 很少讲后面 万不一有罪为无罪 这不就是审判这一块吗 第一点 圣经的真理都是有两面 有慈爱就有审判 有备利 有顺服 就有备利 都有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是六 神的爱心 一定要有这样的根基 才是可以的 圣经在罗马书里 也说过同样的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物价 乃是死的 神绝不允许我们 带着罪 进入天堂 罪人必须死啊 唯有在神的恩赐 在基督耶稣里 才是有生 所以爱心必须有根基 第一点问吧 所以爱心的根基又是什么 慈爱和诚实 彼此相遇 公义和和平 彼此相亲 这是诗篇中 最美的一篇诗篇 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喜欢慈爱诚实 我们也都喜欢 公义和平安 但是只有神才能做到 我们人很难 做父母都是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不知道 如果孩子多的人家 三四个孩子 平时是不公平耶 我们家也不公平 我们家我母亲对我就特别好 那么我对妹妹 她们没上学 所以很多不开心的事 因为她没上学 第一点问吧 神就能把慈爱诚实 公义和平都不并行 但是我们人是做不到 为什么 我们人是靠自己 我们不靠神 我们就很难去爱心上求平衡 所以人类曾经尝试过 离开神 尝试过靠着自己 在地上想实现天国 对不对 第一点问吧 我们如果党的人知道 中国的共产党就是要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跟天国一样的 就是想在地上实现这样的天国 第一点问吧 我们在地上能不能实现天国 实现不了 靠人是不行的 结果我们就靠着这个慈爱 尝试了真理 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想靠自己在地上想实现天国 结果是为什么 我们用慈爱来尝试了真理 我们可能就为了平安妥协了公义 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些话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 因为这些话会扎心的 好定 我们靠自己的话经常拿慈爱来见他真理 因为靠自己嘛 只从自己的角度讨论问题 我们为了平安妥协了公义 这是神可以允许的 所以只有神 你回到神面前 慈爱 公义 承耻 和平 都能够完成 完成得了 弟兄姐妹们 爱心的根基 重点是什么 舌解 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人问神的爱是什么 一定要去给他们讲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 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 神的这个阿达品的爱 他都说了圣爱 圣爱就是舌解的爱 所以圣经人所说的爱 跟世人确实不一样的 那么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圣经当节非常重要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前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往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不是定义错了吗 所以神的爱都是舍己的爱 往回祭的爱 罗马首书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人 说我们是神 神的爱就在此相不显 大家通过这些圣经章节 就可以知道 圣经主的这个爱 或是爱的根基是什么 往回祭 或是舍己 就有人替我们死了 到了这个程度的爱 才叫做神的爱 那我们怎么能去体会神的爱 怎么能去领受神的爱 圣经从头都告诉我们 神会赐给我 神会赐人智慧和起司的灵 让我们真知道 我们来教会一定要来真的知道这位真神 要不我们就习近孤独来教会之后呢 就是大概知道 然后我们就把个人的意见加上去 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就是神的爱 不是的 那么爱心的根基中 爱心的表现在哪里 很多时候我也爱啊 我也很有爱心啊 我也去过教会 我也服侍啊 我也甚至我去了很多年 第一要不明白 圣经说爱就是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真神神的旨意这么重要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章节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名 又遵守 这个人就是爱我 爱我的必门 我服侍爱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第一节论吧 我们不是痛苦的 无奈地去遵循神的旨意 我们是甘心乐意地 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爱 因为神为我们舍解 已经拎着死的架了 因为神已经做了马 回忌 所以这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就短短的这一章圣经章节 讲到无所内容 你看我们也知道神的命名 对吧 我们去遵守 那么我们如果真的去遵守呢 神就说无奈的是爱神的 那么爱神还不完 神说如果你爱神呢 我们就会蒙神的爱 很多人都想蒙神的赐福 但是呢 没有多少人愿意遵循神的旨意 看了这个顺序 因为我们有了神的话 我们去遵循的时候 我们就有神的爱 那么神就会爱我们 还没完呢 下个接着看 耶稣说我也爱你 神也爱我们 耶稣也爱我们 而且呢 耶稣也会向我们显现 很多人说我怎么不经历神呢 我怎么听不到神的话呢 很多人觉得很俗敏 我怎么就不俗敏 第一节目嘛 这句话已经告诉你很清楚 有了神的话去遵循 那你就是爱神了 神与我们同在 基督也为我们同在 而且我们也会体会到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经历这些 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 我们去经历 经历神的爱 我们就能够真的去体会 都说了 圣经说了 耶稣会向我们显现 通过这种过程 所以圣经从本到尾都是告诉我们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循我的命 这是约翰一书 约翰福音十四章四五节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约翰一书的一二三 都是讲爱 讲得非常透彻 所以刚才说了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四五节 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循我的命 你看他俩是挂钩的 他俩是没法拿开 约翰二十的六节也是这么说 约翰二十五到六节 我们若遵循他的命令 这就是爱 所以爱跟遵循命令等号 你们起初所听见的 就是这个命令 第一三姐妹们 刚才说了爱就会遵循 那么不爱的人呢 第一姐妹 不爱的人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四章二十一节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猜我父子 猜我儿子来父子的道 你看吧 不爱神的不遵循神的道 那么当然前面说了 你若爱我就会遵循我的道 所以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章四 已经给了我们非常简单明了的答案 这个所以圣经说 这个拜子还是麦子 都能看出来 不会仔细欺人的 稍微会能看得出来 因为遵循神的旨意 爱神的人就会遵循神的旨意 不爱的就不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刚才提了个第一个问题 第一点问 信仰中爱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难道就不用遵循神的诫命吗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圣经说爱是非常重要 有爱就行了 这个可能不符合圣经 圣经说你爱的人就会遵循神的旨意 谢谢你 弟兄姐妹们 那这个爱从哪来 大家都知道爱是从神了 大家都很清楚 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就是因为神爱吃的 这是无条件的 神就是爱你 爱我 所以在我们孩子罪的时候 这是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孩子罪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不是说我们做行为好了 才为我们死 不是说我们奉献多了 来教会的神就为我们死 神就在我们本下 我们还不认识都说 神已经死亡 为我们的罪 所以这叫爱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就是舍己的爱 神的爱就是为了全世 全世界的人 所以爱是来自神 那么我们有了神的爱 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回应非常重要 神已经在两千多年前 拆遣祂的独生子 平时来死之下 但是并不是两千多年来 所有人类都回应神的爱 两千多年来 多数人死去 对不对 这么多人死去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周边的人 都会慢慢慢慢 五十年 一百年 这么多可能去世 但是人们对神的爱 回应不同 这就是问题所在 爱是出生来 但是人要回应 要有正确的回应 约翰福音 刚才三章四六节 已经做了宣告之后 下面神就给你出了几个条件 三章四八节说了什么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信神 不生子的名 这是句号 完事了 因为我们不信 也许基督 我们的罪已经定了 我们就是罪了 三章三十六节 提到永生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 神的振动 藏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经常给我的亲人 祷告 我就这么祷告 因为我们真的想让他们 信耶稣基督 我们才有永生 免得神的振动 会藏在他们身上 很多人就说没有啊 我过来挺好 没到时候 神的审判没到时候 因为我们永生 这个金生只不过是 咱一个眼皮一样 很短 永生是漫长的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神 耶稣神派 他的独生子 降世 不是为了定 世人的罪 神是为了救我们 但是世人呢 就是捐定了救 不认识 很多人不认识 这位真神啊 所以约翰福音 三章四九节二十节 也说了 光是来的世界 但是世人呢 因为自己的行为 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可以爱 定他们的罪就在此 所以约翰福音 从三章四六节开始 一直讲这个定罪的根据啊 就是因为我们是恶的 我们又不想去认识这个真神 所以我们就被定罪啊 这个很多人不信主呢 我们多多地为他们祷告 不过我们解释啊 我们信主刚开始都是很刚硬的 圣经说我们不信主的原因是什么啊 因为是人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首先我们都是恶人 所以我们不愿意喜欢光 前两天我们开始 过来到秋天了 我就准备很多护院的一些东西 我们的大水桶 接那个雨水的大水桶 水桶放在那个护院里 那么到了秋天了 我就把水桶拿走了 那么我们书上就很惊讶 下了要命 你想想把水桶拿走 底下有什么吗 虫子好难看啊 好恶心啊 我见过这些东西很多 这一点都不在乎 哦在这边呢就瘦了 哦怎么这么长东西 我都拿水冲 又干什么 你不要玩了 阳光一照它就没有了 阳光一照它就跑了 撞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阳瑞江边 你的石头一翻 底下都是这么东西 这就是 圣经早就说了 光一照 张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脏跟这个 最根这个光就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光 来源就是从神来的 我们才有永生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说了爱心有根基 我们知道爱的来源 我们知道人的回应 神已经做了神的份 我们的回应 但是我们这爱心最重要 通过实验 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 很多人都以为我有爱就行了 第一点吧 我们的孩子出生到现在 一直到最后他们上大学 有生儿为女 他们以后也变成终年 他们经历多少试炼 因为我们也经历过 所以我们早就知道他们以后也面临这些试炼 爱心也是一样 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罗马书的古章三节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患难之后也要欢欢喜喜 因为你们知道 患难生忍耐 人人生老年 老年人生胖慌 胖慌不至于羞耻 说自己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交换到我们的心里 我非常喜欢这个圣灵当节 因为我以前就想要神的爱 我总觉得我这个爱足够 我这个人就是爱心确实不够 因为我从小开始 实际上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 你们可能环境不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总是被人欺凌啊 就是无奈啊 总是求人那种 没有说我多余的东西 还能够给别人啊 帮别人 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出生确实没有太多的爱 来教会之后呢 哎 神不是爱吗 我们信主就应该有爱心啊 我们有时候强的 硬的特别去谢爱心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经历了这些患难 我们经历了这些忍耐 我们经历了这些事业 神来会 爱就会降到我们身上 所以就第一点 我们经历了一些小死恋说 不要太担心 这是神抬举你我 真的感谢神 神有时候实在地 给我们一些小小的试炼 还是抬举我 如果什么试炼都不给我 神可能就不用你 哎 你根本就不知道给我试炼 知道了一给试炼就打 所以神就不会给我们的啊 所以圣经说 爱就是神的 圣灵加神的爱 交换在我们心里 就是通过试炼啊 所以圣经说到很多地方 试炼之后 我们像精进一样 试炼之后 我们就不能够领受 永生的产业啊 我们知道了爱情的根基 下面就开始操练 对吧 以赋所说五章八章 说得非常好 我们是光明的 光明是什么 就像光明子女一样 我们叫行事为人 就像光明子女 神的儿女就像光明子女一样 才是对的 我不知道是全世界经济说 是不是都在这么做 圣经在以赋所说 五章八章 说得这么清楚 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当相光明子女 眼脉之一呢 我们就是个光 我们到哪里 我们一去 原来那个地方是黑暗 就变得光明 原来那个地方蟑螂多 我们一去蟑螂就跑了 原来那个地方很污足 或者很多人说脏话 我们一去就没人说 才是对的 这叫光明 你看光明接的果子是什么 良善公义和诚实 弟兄姐妹们 我们能不能做到良善公义和诚实 很难 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很难做到良善公义和诚实 就广达在一个诚实就很难 对不 我们总会有贪心 所以一定要知道 首先有神的性情 良善公义诚实都是神的性情 只有我们有神 我们刚才说了笑话基督 我们有神的生命那天 我们也能够跟基督一样 有良善公义和诚实 不然就会怎么样 不然就会假模为善 我们只能假装地去做良善 假装地去公义和诚实 所以要有神的生命 我们就会能够 接触这儿生命的果子 那么像光明子女 我们讲了很多 基督的口识是这么个重要 就是今天分享的这段主题中 以复所说五章四节也在说 以复所说五章四节也在说 我们要多说感谢的话 基督徒在一起 圣经说什么 名词 妄语和嬉笑的话 都不想以 总要说感谢的话 唯有爱情所诚实的话 下面就会有 第一节目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这个口里说出 都是照旧人的话 感谢的话 因为神是说我们口里不能出来脏东西 因为一个圈圆 只能出来一样的东西 在以复所说 四章四五节也说过 唯有爱心所诚实的话 第一节目 我们说诚实的话很容易 但是要凭着爱心 我们以前分享过 第一节目 我们凭爱心 要凭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凭爱心 记得吧 我们圣经学习的时候 也分享过 因为圣经这么说 这是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四节 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 多多的流泪 写信给你们 不是叫你们忧愁 乃是叫你们知道 我格外的凭爱你们 第一节目 我们爱自己的儿女 可能是多多的流泪 我们爱自己的妻子 也不见到 我们在世上有没有爱我流泪 我不知道 真的 我们永远为别人流泪的程度 爱心是要为别人多多的流泪 曾经 第一节目 我们鼻子都相爱 我们鼻子在带导 我还没到流泪的程度 但是我每天在为每个家庭 我们第一节目的每个家庭在祷告 我真的是 圣经能够感动 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第一节目们 多多的流泪 把我们第一节目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亲弟弟 亲妹妹 亲哥哥 亲姐姐一样 这多多感恩的流泪 这个才是平安心 才能说诚实的话 所以保罗就经历过这些 所以保罗就能写出这样的书信来 保罗说了什么 保罗在格林多福时12章15节是这么说的 我也甘心累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费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怎么能去领受爱 就是在试炼中 保罗就经过这样的试炼 保罗越爱别人 别人反过来不爱他 保罗接了格林多教会 结果保罗离开这么的假先知 假牧师进了 说保罗是异端 别人家们一定要小心 我们在这聚会异端的人会说我们是异端 我们有时候说别人是异端 对不对 我们不想互相指 我想说的是真道 你讲真道肯定被别人说是异端 这才是对的 你讲的真道 人家都说你讲的挺好 难怪的 保罗为他的这个格林多人废材费力 我越会爱你们反过来越少是爱 少得他们的爱 格林多人 格林多的信徒 格林多来的假使徒 都在攻击保罗 说保罗是假的 保罗是什么 其貌不扬 言语出属 刮了很多名字 听见吗 这就是我们嘟嘟的流泪 我们通过这种试炼中 我们才能领受神的爱 所以凭爱心形式 第一个就是口里的说诚实的话 凭爱心说话 还要凭诚实的话 这是讲的口舌 所以行 凭爱心形式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 每一个人服侍主都会经历这些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行事为人当相光明之旅 我们是不是经历这些功课 那么这是我上次有一次听到时候 听一个故事 见证的时候提出来 《始祖行传》的二十章十九节 我也读过这个章节 但是没有感动我的心 但是通过他讲到这个 我就才理解 那么多牧师 那么多师母 那么多传道人们 在服侍主中流了多少眼泪 受过多少的逼迫 那么他们来做见证的时候呢 这些见证感动我很深 因为《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章的四节就说 服侍主第一个要什么 谦卑 第一点吗 服侍主就是第一个就要谦卑 如果我们不谦卑是服侍不了的 第二个什么 眼泽要流泪 我们服侍主眼泽从来都没有流过眼泪 难怪了 第三个什么要经历试炼 这一个圣经章节 总结了三个 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会经历这个三个功课 我们才能够当相的光明子女 我们要谦卑 我们眼泽会流泪 我们会经历试炼 放心 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会带领我们 神会带领我们走过每个这样的环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章节 手头续上的二十章十九节 第三节目 那么我们行事为人 当相光明子女 下面就开始继续做事 对不对 那么一服侍主是五章十节 说得非常好 总要采怨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为什么我们建筑面那些 有些人建筑面那些神仇不认识他们 第一节目 我们要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 神喜悦的事情 这是最重要的 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神喜悦的事情 也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大的内容 第一节目 分享它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巴别塔的教训 巴别塔 为什么出现巴别塔 那么巴别塔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旧约圣经发生过几个大的事件 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这些东西 经过旧约圣经之后 第一个大事件是罗亚红主 你记得吧 罗亚那个年代 罗亚传道传了一百多年 有多少人信主 罗亚传道传道有多少人信主 你记得吗 八个人 听见吗 所以不要指望我们传道能够多少人信主 为什么 这个世道是邪恶的 上经早就说过 从那个年代到保罗那个年代 何况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这个年代传福也是更难 对不对 那么巴别塔洪水 洪走之后呢 那么人们就乖了吗 也不是 对吧 洪水这么大的灾难来了 人们就乖了吗 不是耶 洪水过完之后 人们就开始又建巴别塔 为什么建巴别塔 就是高举自己 对不对 我们刚才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怎么能做神学的事情 人类就不是 人类就开始平安了 开始有富裕了 就开始高举自己的灵 创世纪是说 巴别塔是这样的情况 巴别塔他们说 创世纪的十一章四节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要传扬我们的灵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力上 第一点慢慢 神允许 刚才说了 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不允许人荣耀自己的名 突窃神的名 果然 巴别塔世界发生之后 神就打到了人类的灵 难怪我们现在说中文 有人说英语 对不对 如果没有巴别塔世界 我们可能说到同样的一样的语言 那么神就把这个园打乱了 那么巴别塔世界完事就完事了吗 也不是 那个记得吧 我们就去穿线看 罗养事件发生过 巴别塔世界也发生过 罗德那个时代 罗德那个时代呢 就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知道吗 那么罗马那个时代呢 人类就开始 这些人这个原话这么说呢 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七节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情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男和男行可止的事儿 就在自己身上受这些妄悟为当德的抱怨 神会抱怨的 所以两千多年前罗马那个时代也是作恶多端 第一千姐妹们 那么难道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大家想一想 卡罗养事件 这个病毒为什么来 病毒来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 我们进入了二十世纪 我们人也又吃又喝 我们现在又多了什么 我们也是欲火攻心 我们又多了什么 我们多了自我为重心 我们又多了什么 大型的聚会 第一千姐妹们 这个年代大型的聚会是多得不得了 什么聚会是大 大家能取什么例子出来 额联秋 这个北美 北美的冰球是多么大的运动 对不对 你们去过就知道了 那个叫 额雷纳或是斯基隆 你看多大 都是几万人能坐在那里 那一个票都是几百块钱 那么一个整个冬天 大半年都是在讨冰球运动 那么大型的聚会对吧 我们又说这个 Baseball 橄榄 还有Tennis 还有很多个人的一些 大型的歌唱演会 演员的演会 第一节目 歌聚乐 这些大型的聚会 在高功颂得谁 还是 看到吧 这边八边台从不走 这个年代的人 都是在歌功颂得个人 所以在以赛尔寺岛 42.8节 是非常重要 以赛尔寺的 44.8节 圣经说 耶和法绝不将自己的荣耀 归给假神 耶和法绝不将自己的称赞 归给雕刻的侯像 神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继续下去 果然 托尔拉巴尔寺来了 第一节目 我们没有说托尔拉巴尔寺 神造的 但是托尔拉巴尔寺背后 神是绝对允许的 允许 结果是什么 这些大型聚会 是不能聚会了 第一节目 大型聚会不能聚会了 省事最大的是他们 第一个 第一节目 那么我们教会也不能聚会 难道神不喜欢我们聚会吗 第一节目 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能聚会 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里有多大的教会 汉城 有一个汉城 一个大教会 有82万多的会员 那么还有一个叫有的地方叫有三十四万的人会员 修宿的有二十一万的会员 新加坡有十一万的会员 七里九万多 达拉斯有八万多 你看这个名单 上九万到十几万的大的教会也很多 第一节目 再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美国某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些会员 我不知道有多少万人 第一点问吧 神的这个托拉斯来之后 这些人也不能这么大型聚会了 想象一下 我们这样的小教会聚会都要隔开 对吧 这个大教会怎么聚得了 问题在哪里 神对这个大型的聚会也不满意 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聚会 神也不满意 对不对 我们这些大型的聚会是在敬拜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问题 是不是每个教会都在讲传扬耶稣基督 并他并死人家 是不是来教会的所有的都是为了追寻 跟随神的角度 耶稣基督的角度 不见得 听见吗 一定要问一下 这里参加这个聚会的这么 就算是十万人 这十万人都是神的儿女吗 这些十万人都能够去天堂吗 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跟这个托拉斯的教训是有关的 那么这里不是圣经的总结 但是我通过圣经 阅读圣经中圣经给我的感动 而且这也是符合圣经 第一个 神对世界的大型的聚会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 大型的聚会不是在不要神的 那么难道对神 神对教会的聚会也不满意吗 也不满意 所以神现在通过这样的 Colonavirus 在对教会里做什么 大家想想 神这个Colonavirus 来这个教会里 在教会里发生什么事 教会里在发生分别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 大家都知道神最终是肯定要分别三眼跟两眼 最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肯定要分别真的跟假的 对吧 真的扔一遍 真的送的一遍 假的就扔了一遍 神在教会里做分别的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病毒来了 现在很多三心二意的 不是真心族的人就很难打教会了 反正正好就有这个病毒的理由 我也不去了 第一解问吧 神在这个教会里要提拔一批人 真正的就在这个时候分别为圣 让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试炼中 更加跟随神 那么Colonavirus 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教学 对我自己 这是我感受本身 因为我们前段的确诊 还是阴性 没有确诊就有病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明天不得病 听见吗 也保证不了我得了病就死还是死 如果我明天死 我是不是真的能进天堂 这是Colonavirus来的我所所的教学 所以我现在开始讲神的话 我都有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去传讲神的话 我也同样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个年一点 要思想这个神的话 思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明天去世 我们能进天堂吗 如果我们能进天堂 今天就来认罪为了 要到神那里要有个确信 否则我们信仰就没有意义 第一天见门 所以我们知道行事为人 就像当下光明之女 就要做神喜悦的事情 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 一个是信心 圣经说了 从神生的就是有信心 这个信心才能胜着时间 我们行事为人呢 不是凭着眼见 凭着信心 看到吧 圣经也明明说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也外之一 神喜悦有信心的人 第一天见门 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 信心就不是眼见 我们什么东西都以眼见为实 那我们就不能过神喜悦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知道 神要给这些有信心的人要赐 所以我们过信心的生活 才能够蒙神赐福 那么这是神要喜悦 蒙神喜悦的人 当然就蒙神赐福 这是连着的 那么圣经一直在讲这个事情 我们行事为人 基督徒行事为人是凭信心 对吧 凭信心 现在非基督徒 或者不信的人 都看基督徒 你跟我有什么不同 coronavirus来了 你跟我有什么不同 基督徒应该有不同 因为我们拖了一个信心 我们凭着信心 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胜过不信主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 我们这个信心 是看来所没有的 所以信心就是所望之士的死底 未见之士的确局 信心就不是非得看得见 摸得着 那就不是信心 第一个是信心所喜悦的 神又喜悦什么 记得吧 罗马斯的十二章 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计 谁喜悦 看到吗 这圣经的远化 神喜悦我们全心地去奉献 那么至于到 我们赵尔康尔湾的时代 我们经常在家里 出了很多的道 通过很多牧师的讲道 真正的传真福音的牧师们讲道 都规矩到这里 一个任何一个重生 乐觉的神的儿女 他就会全心地奉献 他就会全哈尔子 因为圣经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爱情你的神 这是圣经的远化 那么神的儿女 就会全心地去奉献 这是对的 这就是神喜悦的 所以这样一定要知道 这个真心的全心的奉献 是神喜悦的 人所行的 若蒙耶和华的喜悦 耶和华 使他的仇底 给他复合 你看到吗 我们跟什么 做神喜悦的事情 神会做很多的工程 这仇底也都能跟我们和好 所以所谓的 哎呀 差不多就行了 去教会那么认真干什么 哎呀 麦克里太认真了 哎呀 我们不读经怎么不行啊 不读经怎么不行啊 哎呀 你能做到 别比我做 我不会了 所以现在我不会比了 那一个人做 但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一定要尽百分之百的心 百分之百的心 百分之百的意 来爱情 这个是复合圣经的 全新的奉献 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 第一点问吧 当然 下面就开始传福音 要爱惜光音 这是一副数字五章四六节 趁着现在 就要传福音 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 说了同样的话 这是对基督徒说的 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二节 是对基督徒说的 告诉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传福音 不要等着 哎呀 我差不多了 我退出了 我没什么事干了 我再去传福音 不是那意思 就是现在 就是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传福音 这个事情好大的事情 很有压力 你们有没有压力 我是有压力 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传福音人家不信 对吧 现在还行 我刚才传福音人家 他还真是讽刺呢 他挖住 连我的自己的亲人也是 哎你自己信心了 不要给我妈妈传福音 什么 以前我都痛过 现在时间很久了 你喜不喜望 我还想福音 这是圣经的教导 甚至说 物要传道 无论得识不得识 总要专心 用白白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 警戒 劝美 为什么物要传道 不传道不行吗 他提摩 他也在后书三节四章 福音演奏会这里会不会做吗 不会的 圣经早就说我是世道人 遍传承受到的 只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 甚至念而不听 偏向荒谬的言语 刚才我看了那个大教会的图案 你看那些地方人家很多 但是那里真的讲 背十字架 追求耶稣基督 明天你信主的人去训道 有多少人会留在那儿 不见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末世就这个光景 很多人是掩盖而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东西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你是你我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要凡事谨慎 忍受不难做传道的东西 这是我们当做的 甚至这是我们当做的职份 我们活的地方就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 就是传福音 我们刚才讲了爱的根基 我们讲了行事为人当乡光临的子女 那么信徒跟教会有什么责任 第一点 教会的责任是很重 第一点 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讲坛 有时候讲到比较重 甚至很多重的信息传讲 教会有责任 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讲了很多 大家一定要多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 那里就讲到假使徒 假先知 假使徒、假先知 假使徒、假先知 他们也行医疗 他们也能够让使很多病人得病医治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假先知自己没有能耐 那么他们呢 能说、能道 但他们不做 你做吧 他不做 而且假先知呢 他们救了别人 他知道 但是呢 他也勾引你来 跟到他们的教会 要跟他一起去地狱 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讲了很多 所以教会的责任 就要传讲全被的福音 教会的责任 就把邓用道来洗住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经常说 求神复兴这个教会 炼金这个教会 求神来 让我们每个人们变成耶稣基督的精灵 因为这个教会圣洁 就像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一样 教会要圣洁 教会圣洁 我们猜一个人没有生病一样 健康 所以第一个教会的责任要 圣洁 要有 那么教会圣洁的根基是什么 那么这两段圣经章节就是讲教会的根基 那么这个章节都应该背下来 提摩诞前书的三章 三章十五节就是教会 教会是什么 永生神的家 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 教会是干什么呢 教会里就应该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在教会里连真理都没有 教会里说A说这个话 B说这个话 还有人说这样也行 有人说那样也行 No 教会就是有真理的根基和注释 教会里绝对是有真理的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教会是要有真理才行 那么教会这个真理是凭什么 凭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耶稣基督作为方教士 这句话 再另外一句话 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十节 二章二节讲说的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禀他定死之家 你看 所以这个圣经都是吻合的 前后都是吻合的 教会就是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就是圣经 以圣经为根基 所以教会就是这些人 就是重生得救的人 来凭着真理 凭着圣经的教导 凭着耶稣基督 来起敬教会 这是教会的责任 第一声讲的 那么教会这个讲 它有什么责任 听见没有 我负担很重 我只是上班 然后两口子恩爱得过多好啊 安逸得过多好啊 安逸得过多好 我也不耐讲完了 我在底下听一听多好啊 我在底下听一听 提提提提提 哎呀 麦特尔哪个调讲的对 哪个调讲的不对 还可以挑一些毛病 对吧 第一声讲话 教会的讲话 非常的重要 教会的讲话 要讲有生的生命 教会的讲话 讲出来的东西 让人家扎心 让人家吹胸才是可以的 当时的这个 这个马太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犹太人当时的光景 就是这样的光景 我们向你们吹铁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嘴哀 你们不吹胸 人是麻木了 现在也是一样 两天以前 耶稣基督在世 耶稣基督传福音 人家就无动于衷 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光景是一样的 所以教会的讲话 他就是要有这样的使命 使命是什么 全辈的福音是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昨天晚上讲到主题的 但是这圣经里都有 对吧 圣经里都有 教会的讲话 一定要讲全辈的福音 人们只愿意听慈爱 似福 饶恕 天堂 对不对 但是呢 教会讲话 不能不讲故意 不能不讲审判 不能不讲认罪 不能不讲悔改 不能不讲圣经 不能不讲地狱 听见们多多地回报道 我在前面能不讲道 就是一个地狱给你们 给我祷告 哪天地狱给你们 都不给我祷告了 哎呀 麦迪讲道也不行 麦迪讲道讲什么东西 他们一不道 我也讲不出道了 多多地回我祷告 我有一天到来 就要讲地狱 我讲道 讲了这么长时间 一次也没讲过地狱 我在神秘就没法交差 神哪天会问 诶 某某某气 我红是华人基督教会 现在来到这个天堂 和地狱的门口 诶 她说不知道 那还有地狱 没说有地狱 只有天堂 那么彼得说 不 你可能只能去地狱 这就麻烦了 丁一姐们 一定要为我多多地祷告 有一篇道就要讲地狱 这是教会的责任 丁一姐们 教会有这些责任 个人有什么责任 个人就是个尽其责 我在这里要问第一点 教会小 或是教会大也一样 大教会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人干点活 服事 百分之八十人不用干点活 因为教会没有太多的活 对吧 那么小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也就两三个人 或者是我们子次们干点活 行吗 别人不用干什么 丁一姐们 那么我们能够个真其责 个敬其责 能做什么 丁一姐们吗 谁能回答 我来教会没什么事干吗 我能做什么 什么叫个敬其责 对 导话总可以做吧 对吧 为我带走为别人带走 丁一姐们吗 这里所说的个敬其责 你如果真的没事做 有更大的事情可以给你做 只要忠实地参加教会的聚会 那就是非常好的个敬其责 教会什么都安排好了 那么教会还要打电话 问你还要你要参加这个聚会 别忘了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很重要 那就不叫个敬其责 所以什么都不能干 或是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就是刚才杨姐们说的 祷告 或者什么样 就是参加聚会 忠实地参加聚会 这是最好的服事 所以基督徒就要有这样的心智 就是个敬其责 是每个人不一样 神给每个人恩赐也不一样 但是自己都有自己的指责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 圣经经常拿夫妻的关系 随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关系 来的教会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要健康 对吧 有一个人蹦的蹦的 另外一个人懒得要命 那就麻烦 大家都需要各进其责 这个身体就健康 多好啊 身体健康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服侍神康 那么信徒还有什么责任 圣经说这是当今的本分 信徒的本分是什么 第一点 第二点人呢 因当到不做了 既然没有什么 第二点 第一点五 主要是我们的 这一点 你用顺足神的吗 不是 圣经从头到尾说 我们遵行神的职业 或者我们去遵守祂的戒命 是我们当做的任务 第一点办法 我们只想要赐福 我们只想要好处 但是我们当做的这一份 我们就不做 这就会出问题 所以按照圣经教导 这是信徒当尽的福分 那么我们谁不想基于福分 我们都想做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做不来 有没有这种感动 我也想要很好做 我也想尽我的本分 我也想圣灵充满的去做事情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 原因就在这儿 所以我们来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 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 必须有一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没关系 必须有一样东西 就是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里头没有圣灵 我们就是个壳子 我们就不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 所以以佛所说的五章四八节 不要醉酒 酒是人放胀 乃要被圣灵充满 非常重要 只要被圣灵充满那天 全面这些都不是负担 爱人如己 追行神的诫兵 或者来教会要辐射 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没有圣灵 我们就做不到 所以你们看很多基督徒 是很枯干 对吧 你跟他对话要好 让他做的什么 是那个费劲 为什么 圣灵 我们感谢什么 教会第一教会 真是圣灵充满 我们教会就是 出席的都是百分之百 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的敬拜 我们干什么都是百分之百 很难得啊 那么如果要百分百 百分比我们去领奖赏 我们教会领的奖赏是最多的 你想想十万人的教会 有多少人就在百分比多 真是感谢什么 这叫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最后审判也好 最后让我们有圣灵能活的 就是这个灵 你看 约翰飞的六章六十三件 教人活着乃是灵 这我们以前分享说 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就是变得的外壳 最让我们得的生命就是圣灵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领受圣灵 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 要我们被圣灵充满 圣经已经给过我们这样的允许 那么我们这个被圣灵充满 怎么充满 谁都想充满 以前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How 我以前去哪个教会 牧师讲的到最后 最后都理那个W HOW 牧师啊 你讲到最后 Please Please 一定要讲How 怎么追行啊 这就是我以前听到 给我的负担 所以我讲到 我每次讲完到最后都给你说 HOW 这是圣灵 圣灵教本啊 怎么去操练 怎么去操作 圣经是这么说的 我们怎么能被圣灵充满 爹爹爹爹爹爹爹 史都形状的 二章三十八节 大家都打算念 我什么不行 大家一起念 彼得说 彼得说 我们个人要悔改 和耶稣 这阶段都没受洗 我们最得涉了 我们就领受了圣灵 多好啊 没有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真心的来悔改 我们真心的来 和耶稣都没受洗 我们最得涉了 我们就领受了圣灵 这个圣灵不是说非得 非得做一些动作 不是说打发多少次 神愿意给我 神的儿女神愿意给我 只要我们肯认真心的来悔改 只要我们真心的来悔改 圣灵肯定入着你我的心里 第一节目 一定要去试一下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刚说的 这是圣灵充满神的儿女 但是有一个反例 没有圣灵的人 我相信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圣灵的人 看什么人 这是犹大叔说的 这些人是事下一论 常发怨言 谁从自己的情欲而行 口中说大话 为得便宜献免人 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 俗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第一些姐妹们 没有圣灵还能去天堂吗 不要想 第一点 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 尤大叔的 尤大叔十六一直到十九 都在讲这些东西 真正的我们要领受圣灵 反过来 我们根本没有领受圣灵 然后评徒评主 常发怨言 随着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思义 他帮结果 这叫没有圣灵人 没有圣灵人 就进不了天国 第一些姐妹们 那么信徒呢 不但是有圣灵 最终圣经说 我们要常常喜乐 补助的祷告 圣经要劝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停止聚会 这就是圣经说 让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我们经常在聚会中 我们才能明白正道 而且我们在藏着神的爱情 见解吗 我反正受洗了 我白白了 我领了这个受洗症 我就回家了 准备唱天堂 行不行 就是不行 圣经说 圣经一定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圣经里祷告 然后再常常在神的爱情 这些东西只有在教会里 所以所谓的孤立的基督徒 就有危险 魔鬼就要吃尸的人 所以信徒的责任中 有一个就是 常常在主的爱情 就是主的团契中 圣经的爱情 我们提了两个问题 大家都应该能够回答 通过今天的分享 信仰中非常重要的是爱 戒命就不用守吗 我们选择手出的戒命 是所有的戒命 包括使戒命 不用遵守吗 如果我们听了今天这一篇道 第一节目出去传福音 跟别人交往中 要斩钉结底的回答 对这个问题才是可以的 圣经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例子 圣经中 马太福音 快到马太福音 耶稣举个例子 有一个宴席 给他儿子举这个宴席 宴席中 马太福音的22章12节 宴席的主人 有一个人说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我这儿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可回答 启述论里 如果内服的话 讲到衣服的事 但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服了 可以得全品到圣经树那里 也从城门进 弟兄姐妹们们 看一下 KJ妹另外一个翻译 这是有点原版的翻译 原版的翻译 这个洗净衣服 叫做 Do his command 就是一定要遵行神的诫命 包括使诫命 神的所有诫命 都是要遵行的 并不是我们有的爱 就完事了 信基督去教会 有爱就行了 信就行了 甚至你都不用管了 你肯定去听了 很危险 很危险 这是一个异论的信号 很危险 真正有爱的人 就是因为有神的爱 我们凭着神的爱 我们就会遵行 所有的诫命 看到吗 所以你看这个人 这个朋友 参加人家婚礼 不穿礼服 听见过吗 我们去参加别人的朋友的婚礼 别人家的孩子的婚礼 我们有没有不穿礼服的 不穿礼服真的可能不让进 世间的人间的婚礼 不穿礼服人都不让进 神的婚礼 这么大的聚会 怎么能不穿礼服呢 为什么他不穿礼服 为什么他不穿礼服 他觉得可以吗 我还行吗 我反而受洗了 我也求教会啊 你还问我怎样呢 我不是基督徒吗 No 神说No 你要遵行神的所谓的诫命 就是他要遵行神的所谓的诫命 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 这个意思啊 并不是只有爱 只有信就行了 同样第二个问题 我们不是靠到恩典得救了吗 爹心姐妹们 为什么去教会 总是强调这个真行啊 顺从啊 爹心姐妹们 为什么这样 好好看一下啊 我们得救是个地位 就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经常强调这个 这是圣经的根基 就是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些根基 我们得救是地位 我们是有这个地位的人 就会顺从神 就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把孩子生出来吧 他根本不费劲 你看 他就出来了 但是他出来之后 他就开始要顺从父母 听父母的话 父母开始会养他 带给他 会跟他长大 所以靠恩典得就是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顺服神 顺服不是利益的前提啊 但是我们真的跟神 有这个利益的利益那天 我们就自然就会顺服 所以来教会 就是有这些 前后 都是有答案 不要专门拿了一个 不放 那是不对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 靠到恩典得救 我们还要去顺从 因为圣经讲了很多 重生得救的人 就是甘心内的追行和顺从 神的旨意啊 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留了保 不是保罗 耶稣 哦 彼得前说 彼得你的榜样啊 他是把彼得是说了 把耶稣基督的事情说出来的啊 彼得是这么说的 他讲的耶稣的事情 你们蒙扎原为止 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角度 听见吗 任何一个基督徒 都是要跟随他的角度 我曾经为了分辨这些异端 我听过一个异端的道 那么那个牧师就明明说 我们得救就行了 不用跟随了 耶稣全都求救了 你才不用做了 圣经明明这么说 彼得前说二章二十一写 耶稣基督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角度 耶稣为什么盯着死这样 让我们跟随他 神的儿子都是跟他一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来服术 以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大家经常有时间回去读一下 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到七 都是讲到这个内容 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今天 唯独尊性的福祉的人 到那日 必有很多人对耶稣基督说 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我就是这个情况啊 我非常危险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义能吗 耶稣说什么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这个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第一节目 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希望明年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第一章第一页里去 因为什么 这就警醒我们 我们任何一个人 不要被耶稣基督最后责备者不认识 那是非常悲重的结果啊 第一节目呢 我们今天 分享了三大内容啊 凭爱心行事 凭爱心行事 一定要有爱心的根基 有这个爱心的根基 这个爱心的根基是非常重要啊 这个爱心的根基最重要的是牺牲的爱 不是人间的那个简点单单的爱啊 我们行事回来就要当相光明的子女 光明的子女 我们就要凭爱心说诚实的话 我们就要做神喜悦的事情啊 那么教会在平安心形式 教会个人都有当劲的分 我们要去按自己的分去做啊 感谢神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 今天就讲到啊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感谢你 靠着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我们近差不多六五多月 没有能够来的教会来敬拜神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第一姐妹们 让我们凭着信心 凭着重生的爱 能够来聚着一起来 敬拜你 赞美你 也感谢你 采用我这样不配的人 能够来传讲平安心形式 这样一个主题 求顺便继续带领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靠着神的爱 靠重生来的话语 让我们度过明天开始 或是下一周每天的工作 生活和学习 让我们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 来荣耀神 主要我们奉你的名 赶走所谓阻拦我们 亲戚女的一些魔鬼沙旦 邪恶的邪灵的阻拦 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 包括我们的儿女 包括我们的父妹 我们的长辈 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的出路平安 免受试探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健康的身体 喜悦的心情 来服侍神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领导 阿妹 感谢神 今天我们第一次有圣餐 大家可以传掉 录像可以传掉 录像可以传掉 好 今天生成是这么凌 大家就自己来拿 自己来拿 自己拿回去